东风猛士正式发布了新的概念车 纯电成为了关键词 那么纯电越野车能越野吗 老设计师一条视频讲清楚 首先 电动越野车不仅能越野 而且很适合越野 传统的越野车 动力要经过发动机 变速箱 分动箱 前后驱动桥 半轴 球笼 等等这一系列的结构 才能完成车辆的驱动 在内燃机本身热销率就不高的情况下 这样的一套复杂的组合 除了进一步拉低效率之外 还大幅的增加了 传动系统发生故障的可能 你要知道 在越野和长途穿越的时候 传动系统出现故障的概率是很高的 和内燃机驱动相比 电驱动可以完全省掉 包括变速箱在内的一套传动组合 结构更简单 所以理论上效能也就更高 另外 和内燃机那种不断变化的动力曲线相比 电动机持续的大扭矩的输出 玩过乌尼默克的人 就知道这个有波箱了 所以 从驱动的维度出发 电动车其实是很适合越野的 尤其是用上轮毂电机之后 比如说 现在美军正在测试的先进战术车辆 那就采用的是无转向机构 完全轮毂电机的驱动方式 越野性能是相当的霸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 现阶段的电动越野车 又是不适合越野的 因为 因为续航里程和充电设施 确实限制了自由的梦想 其实 我更愿意称现在的纯电动车为电池车 它们所有的性能短板都取决于电池 电池很重 会极大的拉低电动机的性能优势 增加轮胎的负担 电池也很娇贵 磕一下碰一下 那基本就很难修复了 这些如果放在一辆纯粹的越野车上 那是都不合适的 比如说 在一个汽油都很难加多的地方 你还能奢望用快充冲上电吗 所以还是那句话 现阶段电动车很适合在城里通勤 但真的不适合去送勤广阔天地 至于东风猛士的这款概念车 我觉得未来量产之后 主打的还得是增城式的混合动力